我们已经到了 停好车了 今天是平常日 所以很好停车 很多停车位 很多空位 之前我们也有搭捷运过来 但是要转车什么 火车再转捷运 然后我们家的中朋友 那个时候还是小朋友 然后就会在车上睡觉 所以说就很麻烦 后来就都开车过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看新闻 说这个大烟囱要换图案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很遗憾 就是儿时的记忆没有了 然后后来的话就顺应民意 就又换回来原来这个图案了 是不是就是感觉 动物园旁边要是没有这个场景路的话 要觉得怪怪 快看我们到了 真的很久没来了 这边都已经改成都是自动售票机了 原来我来的时候还是这个人工的 疫情这两年我没来 像我们用游泳卡的话 我们成人呢就可以直接刷卡进入 然后因为小朋友嘛 要买这个优待票 就要在这个自动贩卖机要来买 这个票价给大家看 真的太便宜了 全票60块 像这个优待票的话 像我女儿这样的话就是30块 说实话这价格真的太便宜了 这么大一座动物园 然后我有看到昨天说新闻 我昨天才看到说可能要涨价 但是也没有确定下来 我觉得涨价我是支持的 因为毕竟现在什么都涨 然后想要一个永续经营下去的话 我觉得涨价是对的 好像据说是十几二十年了都没有涨过价 确实我从来台湾就是一个价格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我只是分享我的生活 就是我今天来这边 我要说这个轮椅跟这个娃娃车这个服务 我觉得特别特别赞 好 这边可以 轮椅租借 娃娃车租借 我为什么说我觉得那个娃娃车 跟这个轮椅租借的活动 就这个服务特别好 我记得那一年是带我爸爸来 因为我爸爸中风 他不可能走完这么大的这个公园 然后因为他 因为平常的话他是可以主拐帐走 而且这里面这么大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主拐帐的话 就是主那个拐帐的话 就是能走完这个全程 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帮他借了轮椅 包括之前我阿姨来 还有我外公就是姥爷来 我都帮他们借了这个轮椅 我觉得这服务实在太贴心了 真的是这样 然后有的人可能觉得会玻璃心了 觉得我又说什么 这边好 我在夸什么的 就是人家有这个服务啊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 因为我现在毕竟是在台湾 所以说我就是分享的是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我下次去大陆 哪个地方的话 如果有这么好的服务的话 我一样会分享 所以不用玻璃心 这边的话呢 我还觉得很满意 就是有一个Seven 这边拍得到吗 有一个Seven 然后呢对面有一个麦当劳 这个Seven跟麦当劳的价格 就是跟外面是一样的 你们能想象说 价格是一样的吗 所以这里面的消费并不贵 就是麦当劳你一样吃到跟外面一样的价格东西 然后呢这个Seven的话 价格也都一样 我觉得太好了 我们2019年7月初 我们去了长荣海洋公园 如果去过的朋友都知道 除了门票贵之外的话 那里面的吃的东西太贵了吧 一瓶矿泉水是十块钱人民币 十块人民币一瓶矿泉水 大概是外面卖两块钱一瓶的吧 一块多两块嘛 我就算那两块钱一瓶的矿泉水 在里面是卖十块钱人民币 我刚才还在跟我老公聊 这个长龙海洋公园 就在珠海的 老公你觉得值得去吗 值得去很大 然后它里面还有蓝金是吗 对 然后我记得还有很多表演是不是 然后白金 白金 什么海报还是那些表演反正都有 就是什么感觉呢 大到什么样 它就是感觉好像是把这个花莲海洋公园 跟这个墾丁海洋公园 然后可能加上一个六幅存的感觉 是不是 平中啊平中海洋公园 对呀 然后就感觉加在一起这么大 它就是有玩的游乐设施 然后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海洋这个生物这个部分 哦好大呀 还有秀 还有秀 哦对对对 晚上还有那个什么烟火秀 还有什么水舞秀 对不对 马戏团 马戏团 对马戏很震惊 对呀 所以说那个长龙海洋公园 我们也很推荐去 等到这个疫情稍微稳定了 然后就是有开放这样的话 往来的话 不用隔离的情况下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上一次的话 那19年7月份去的时候 是从澳门 就是从台湾坐飞机到澳门 然后再走那个恒秦口岸 哦就过去 那边就有车 可以接驳到那边 然后我们住的宾馆的话呢 也是会有车来接 我们当时是住在 叫什么 恒秦湾吗 哦反正住在那个宾馆 然后门票很贵 里面吃的东西很贵 然后门口呢 是有检查 不可以带吃的东西进去 但是真的那边也很值得 你去看 我当时是买了两日的票 两天的票 可爱的吴伟雄 对啊 他在睡觉 可不可爱 像不像家里那种玩偶 拉近一点看 他的特色就是睡觉 来个五讲争的 五讲争的 对 动物园之王是谁 动物园之王是谁 好 大家开始留言了 动物园之王是谁 好 今天有很多小朋友来户外教学 是不是宝贝 对 我们现在要去看谁了 你知道吗 是富潘达还是潘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要去看 团团圆圆 这个很幽默 对不对 哪一个是元宝的照片 这个是什么宝贝 半团 半团啊 对 可不可爱 好可爱 我很少看到他在动 你身上拍得好好 真的好好 这张 他来了 这边有淹水机 老公要装水吗 好 我们这次没有坐那个小什么叫什么车啊 就是可以上山的一个车 然后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坐上去看完企鹅馆下来 然后再再走下来逛下来 好这边可以看到这些这是热带雨林区穿山甲馆 这边吗 这穿山甲我有一次看到过真的 是在大同乡我们去泛泛温泉回来的路上 我开车看到他在过马路 我的天哪 这个拐应该是新建的吧 很大 那小小的那个长尾巴的那个在爬什么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哎我的天哪 看我不行 我的天哪 看是不是轮椅这样 然后带着老人这样借个轮椅 好方便哦 真的 看就在这里 这是孔雀吗 这边还有水底的 项鱼 哇 哇 哇 这像不像龙鱼 很像龙鱼 很大 那个就是龙鱼吧 是不是 上面那个小的 这好像那个水族馆的感觉 这是什么宝贝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看在下面那个大不大 能看清楚吗 好大一条 我的天哪 哎呦 好大 好漂亮的鸟 那个是轰的正上面 刚才我们拍到的是下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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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